珊瑚礁它特殊的辛香辣香气和滋味 天然野生产量少市场价格高 是台湾原住民早期盐巴调味料 泰鲁族称之为马告 而泰鲁阁族则称它为蒙格利 由于现阶段珊瑚礁都是野生采集 因此不仅农政单位部落农民也尝试来培苗 期盼能够广直量产 而今天的专题报道让我们透过镜头 带你来到万荣乡的红叶村 古金融的培苗经验 一起来认识珊瑚礁的自然生态 初始我去务农的原动力 就是因为老人家留下很多的土地 早期大家就放会修根 我觉得很可惜 不愿父母亲留下来的土地就此荒废 职业军人退伍后承担石矿工 把磨工作的古金融毅然决然重返山林 祖先开坑的土地上讨生活 我们所说的用它的温度去破坏它那个外壳 破坏它那个外壳之后 阻止它里面产生发现变化 然后让它那个培苗发出 跟着古金融的小货车一路蜿蜒 来到红叶村后山海拔九百多公尺高的蒙格丽园 三年前火耕后不到一分地的农地 上百棵的珊瑚礁树现在终于开花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蒙格丽 这个塔亚语叫蒙格丽 这个是陈树的部分了 这个到今年是第三年 那早期这一块地原本是建筑林 那是后面经过这个砍伐之后 然后再用火耕的方式 然后它这个蒙格丽的苗就自然而然就冒出来 当然你不能有这个农药的成分 因为它那个幼苗在里面的时候 它如果要发的时候 它对这个农药很过敏很敏感 所以会影响到它发苗 这有那种很特别的那个味道 就是像一般有点像柠檬那样香甜的味道 是是是 很棒耶 很特别 我们这边特别有的吗 还是其他产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味 是就我们这边才有这个独特的柠檬味 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是说它生长的环境造成的 其他产区有会有吗 因为其他产区也有蒙格丽马告 我们过去有参观过其他地方的柠檬味 它这个味道就是有别于它们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说这边比较特有的味道 只有红叶村后山也深深长的柠檬树 带有柠檬的清香 相当受到欢迎 每年产季平均市场价格从每台金500元起跳 有时甚至到美金800元的行情 当然过去因为是自给自主的这个生活形态 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买 对这个产品没有什么买卖 但是这几年 因为国人对健康食品的这个追求 所以它现在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物 平常就是早晚我们先又洒水 然后我们会观察一个礼拜到十天 它又会长高一点 然后我们确定它是不是已经很强壮了 然后我们会再用这个开根剂 施杀一点开根剂 让它的根能够更茁壮 然后成长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为什么它会那么难培植培苗这样 因为它是野生的一个植物 所以我们不能去破坏它原本的这个生长的环境 跟它的习性 所以很容易会去破坏的时候 去破坏它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死掉 但是不论是野生采集或传统火根方式 栽培生产 对土地或者野生珊瑚浆树群都是一大损害 因此古金融和花莲农改厂合作 培苗观察研究 挖取山上的美格丽幼崖苗 带下山来培育 这几年我的经验就是 它的根 在我们在挖它的时候 它有一个主根刺 绝对不能伤到它 伤到它它就很容易死掉 所以我们在挖的时候 因为地底下有很多的石头 还有一些什么树根 所以我们在挖的时候 就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难度比较高 难度很高 有果肉的 就是母树 那在开花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分辨它 从它的花的这个形状 就可以去分辨 所以这个植物 比较难的地方是 你种了之后 你也不晓得说 它是工的 会不会生产 对 所以没有办法抓 没有办法掌握 之前有一个说法是说 把这个母树都留下来 然后它的果 那个果粒掉下来 是不是都会是母的 这个也没有办法确定 因为它 它这一串的果肉 到底是不是有空的 母的 我们也没办法去掌握 早期为泰亚族或泰鲁格族人 替代食盐的珊瑚礁树 旧如其名 全株均聚辛辣的芳香味 蒸馏出来的精油 可供配置香精 用于食品以及化妆品等等 亦可提供医药制品原料 只是野生的珊瑚礁树群 难以进入量产 因此农政单位以及农民 也积极投入人工培苗的研究 尝试解出 蒙格族的生长基因密码 这个蒙格族 它是属于这个张科植物 然后它会有公树跟母树 那么在我们这个培苗的当中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分辨 但是要等到它开花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去分这个 尺树跟这个公树 所以在我 在人家要来跟我订过这个苗的时候 我也是建议他们 除了我会了解它种植的这个地方以外 是不适合它的环境之外 第二个我都是建议他们 尽量买多一点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保证说 这是我们这是公树还是母树 从种子发芽培苗到成树生果 这三年间 无从辨别所栽种的蒙格族树是否为生产的母树 再者树林三到六年的珊瑚礁树生产达到高峰期 到了第七年树市开始弱化 进而死亡 形成了取苗培苗的时间压力 如今要以传统方法或现代农业科技来突破 达到广直量产 还有一段路要走 记者刘明胜 石一玉兰 万荣采访报道